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娘 好 谁啊 谁啊 是谁啊 谁啊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是不是有人打你啊 是啊 人呢 在那边 好 我去追 是谁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你们干什么 让开 让开 新年男 下次别让我再碰上你 怎么会这样 昨晚不是去喝酒了吗 怎么会回来这里 糟了 好好的打了习惯一顿 我真的不是人 糟了 第三道难题还没有做 那个毒蛙会不会帮我 糟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花姐 糟了 少爷 昨天晚上怎么喝得这么醉 多亏了西关少爷送你回来 有没有人来过 什么人 一个女孩子 不 一个男孩子 不 一个女伴男装的女孩子的男人头的女孩子 没有 什么事 怎么搞的 船都要开了 路上要小心 知道了 热了要多穿件衣服 知道 冷了要脱件衣服 知道 凉了要多盖条被子 知道 热了也不许踢被子 不然很容易着凉的 知道 方夫人 真的要走了 方夫人 帮兄 真要送夫人走吗 就是 让他留下 方老爷 别怪我兜嘴 管你家的事 你看 这会儿就苦了 是 让方夫人留下 不行 做人岂能反反复复呢 若不能隐身作则 以致言而无信的话 以后还能带领其他的人 包姐 走 方老爷 请留步 请问 这位是我们家小姐 她叫颜永春 颜战是我们家老爷 对了 还有这几位 是我们家小姐的好朋友 原来是明镇杭州延战的千金 请坐 不知道几位小姐大驾光临有何指教 方老爷 有事相求 是 怎么还没来 云小姐 你好 这几时感到 您写的 不是 是从那些古文大家的文章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拼成的 非续德而能文章者 无以为也 其气冲乎其中 而异乎其貌 情乎其言 而见乎其文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德性就写不出好的文章 这种气概贯重于他的全身洋溢在他的样子上 也洋溢在他的言语跟文章里 颜小姐 过奖了 我不是说您 我是说您的夫人 苗翠花 如今无德无能 我还没念完呢 对不起 请继续 十九浩健 用材如粪 土 就是说方夫人为人豪爽 而且一身金人武艺 而且又舒才仗义 金汉之色游渐于眉宇 就是 就是金汉之色渐于眉宇 我想说我 说谁呢 你 我 记 记 是 是 是浮游 我知道 济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粒 一粒 是一粟吧 写错了吧 此地有所乐乎私道也 无愿与闻焉 就是说我们见到方夫人有这样的雄才大略 自己觉得很渺小 所以愿意追随方夫人 向她多学习多请教 几位的意思是 我从头说好了 女人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是若不读书试字 又怎能败读古人的文章 追随古人的教训呢 说得没错 再说 学习武艺 强身健体 又有何不当 说得也是 可是 身为女子 却因男女受受不侵 没有办法到书院读书 所以成立了蓝星社 近日文的方夫人 原来文武双全 所以重金礼聘 请方夫人做我们的老师 我 我 你 就是你 你看他们连写几个字也写得一塌糊涂 太不像话了 真该有个人来教教他们才对 爹 方老爷 拜托 我们老爷 既然你们这么仰慕先贤的道德文章 以后要好好地加以学习 若方德不从就是对先贤不敬 好吧 你三天没吃饭了 不是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很好吃 当然了 你们这些千金小姐早点吃的该是鲍鱼海参 不可能摇住花生皮蛋瘦肉粥 其实不是了 因为我从来没这么早起库 辛苦你了 老人爸起不了床 所以根本没睡 别啰嗦 吃完东西再说话 我还没问你 为什么第三道难题我还没回答 你又肯帮我 我爱多管闲事 你管得着 你放心 我方氏玉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第三道难题是什么 说 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 好 随便你 不过要是在我死了之后你才想出来 那你就吃亏了 放心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不要玩这些东西了 死 你打这么用力 我让你打一下吧 那就演一下吧 我打你 你还打这么用力 你不要硬了你 小姐 我看你今天蛮开心的 是吗 我猜一定是因为方氏玉 你瞎说什么 今天我做了一件好事 让方氏玉母子得以重聚 真开心 原来帮助别人会这么好玩 看来以后我们可要多管点闲事了 是啊 小姐 你看 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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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什么我你 我等你好久了 等我 上次多亏小姐 以伞相赠 所以 我每天在这儿等小姐 希望能见小姐一面 你 你每天都在这儿等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 我把你的伞给弄破了 还给你 哇 这么烂哪 不是我弄坏的 是那个魂球 要是让我再碰见它 我一定要把它碎尸万断 霸了它的皮 让它体无挽护 皮开肉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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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走了 是啊是啊 走了 再见 再见 小姐 你刚才从这边过来的 是不是该往那儿走啊 对对对 对对那儿 那边啊 再见咯 再见 再见再见 小心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怎么样 哎呀你手受伤了 不碍事 我只是个粗人 你没事吧 什么粗人不粗人的 我们都是人嘛 下次小心点哦 我走了 我走了 算你走运 撞死人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看见你 你怎么退车的 小姐 你真的没事吧 你看 这万一真有个什么事的 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 那退车的也真是 不会退就别退 笨手笨脚 哎 小姐 那傻瓜还在那儿呢 我猜啊 他八成事看上你了 别乱说 习惯 我猜你了 我猜你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魂不守舍 心神不宁 我是专治疑难杂政 你有什么心事 快告诉我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一看就知道了 你喜欢一位姑娘 真的看得出来 当然了 论武功你是在我之上 论气概你也比我好 可是说到这些儿女私情 我就比你聪明了 你这个死灰气 真看不出来 你那么风流 先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这个迷途的小羔羊 带我指出一条名路让你走吧 那位姑娘人品如何 很好 你喜欢她 当然很好 很好 你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住在哪里 也不知道 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这你总该知道了吧 这个我知道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那位姑娘走过来就把伞借了给我 拿过来吧 你到那里去等她 只要你一天一天地等下去 恍天不负苦心人一定能让你等到她 没错 我又借她拿着伞一天一天等她来 你都这么做了 还要我教你 你是要教我的 还没说完 我看这样 再一见到那位姑娘了 你就问她叫什么名字 接着就写在纸上 为什么写在纸上 我怕你不记得 慧天 我虽然念的书不多 但是也不至于那么笨 连个人名都记不住 这就难说 那位姑娘见你把伞 你就说很好 第二天 有位姑娘送块糖给你吃 你又说很好 到时候又有一位姑娘给你个香蕉吃 你又说很好 你那么多的很好 谁知道哪一个是 好 好 就只她一个 温世间 情为何物 习惯 师爷 我来帮你了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好 被子够不够 够了 够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事的 别说没事 有事你就惨了 所以我熬了十八罗汉叠打茶给你喝 来 快喝 趁热喝 你头怎么了 说来话长 一言难尽 还是不说了 来趁热喝 你怎么没对我那么好 因为她昨天晚上遭人埋伏 受了伤 乖乖的 一口气喝下去 一会我洗完了碗还要回去做饭 做饭 我帮你 不 你身上有伤 我给你弄几道拿手小菜 好让我的良心舒服一点 两个星 两个星 喝完了 喝完我就买菜了 世约 要帮忙 百星小菜 来 吃饭 世约 真有两下子 怎么办 你干什么 这份你的 这份习惯的 这是我的 不会吧 好 你看她一大碗饭 我喝稀饭 她三道菜再加一碗汤 我吃酱瓜豆腐干 她那一对凶鸡也比你大得多 那是不是要多吃一些 少废话 来吃菜吧 谢谢 谢谢 叔叔 吃饭了 你怎么不坐下 站着行了 水果也弄好了 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我先吃了 是 我先吃了 帮你吃了 你知道吗 我先吃了 我都做了 我先吃了 我就觉得 你会让我炒香 吃 你说 影片 我这么闲 脆 有酒 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冷啊 我的被子 干什么 谁 是玉 好冷啊 怎么样 早晚三餐 那十天就是三十餐 洗了三大桶衣服 补了四条裤子 做了五双鞋 擦了六次马桶 还请了七次客 行了 你不用再数了 我知道你很想问我 为什么最近我做了习惯的丫鬟 书童厨子 老妈子 是不是 是啊 到底为什么 十一 十一 有什么新事就说出来 我们是好兄弟 我就是为了兄弟这两个字 想起我娘只生我一个 从小就孤军作战 受尽了别人的欺负 你会受别人欺负 你走开 直到认识了你 我才知道原来茫茫城市上方士玉并不孤单 有了你 我无需再害怕面前满图荆棘 有了你 我无需再畏惧人情冷暖 有了你 就像黑夜已尽去日东盛 有了你 太感动了 不要这样 不会浅 别哭 听话 十一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一生一世的好兄弟 是 不 是生生世世的好兄弟 是 明月为政 我们习惯跟方士玉结义 从今以后俘获与共生死同心 明月为政 我姑为前和方士玉结拜为兄弟 以后两乐插刀赴汤到火在所不辞 如为此事千刀万剐 糟了 这下子更热闹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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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我们约了跟他们斗酒 大家说好不可以迟到的 小姐 不 少爷 你想过没有 我们现在这是哪办 万一遇上新红的小子怎么办 他曾经说过要把我们碎尸万段 不会这么巧的 会的 小姐 小姐 你慢点 老板 这个锅破了个洞啊 帮我补一补啊 好 干什么嘛 小姐 小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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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 等等 别走 小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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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她不只是个混蛋 还是一个大笨蛋 我们小姐对她那么好 她竟然恩将仇报 早知道应该叫方氏玉狠狠揍她一顿 小姐 不如这样 我们去找方氏玉 心地又好 还送了把伞给我 要是换了我 早就答应了 跟她 跟我 跟我 算了 你还是跟她吧 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怎么还不睡 又在想那位街上碰到的很好的好好姑娘 慧琴 有件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 问吧 你问 你说一个女人她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听我说 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真见名声了 别吵我了 先别睡 我还有话要问你 起来 你说 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男人她的无意中 真的是无意中 一下摸到黄花闺女的 怎么办 那你要负责了 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要不然 怎么算是男子汉大丈夫 对 我也是这么想 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不是真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她补偿的 什么事 说来听听 你就别再问了 这件事 还有第三个人 就算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 你放心 你放心吧 我会解决的 快睡吧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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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来了 谁 就是那个大笨蛋 大傻瓜 红西瓜 老爷 小姐呢 小姐说了 小姐说绝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叫她快走 听到了吧 小哥 那就请回吧 不是 我红西瓜是很有诚意的 请颜老爷叫小姐出来 我想跟她说清楚 这个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 我们小姐已经叫你走了 你还赖着不走 快走 对不起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赖着不走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当面跟小姐把这件事说清楚的话 我真的不死心 你 想见我 永春 好 我就听听你要说什么 颜小姐 好 永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 你就别管了 你赶快去店里吧 走了 快点 好 那我就先出去 你要记住 等人把事情说清楚 不要弄得尴尬 让人家笑话 好了 你快去吧 快去 快点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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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道什么歉 你说 你那天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颜老爷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闭嘴 永春 跟爹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爹 我就跟你说 我会解决的 你就快去 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好了 我走 你要记住 把事情说清楚 别弄出笑话来 好了 你快去 自由家平 书念的少 但是也知道什么是圣贤之道 什么是可为 什么是不可为 像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撕破小姐衣服这种事 不神 虽然是